聘工氛評論 香港首先有很好的教育大學 作為科研方面 世界上的廚名 我們怎樣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精英 我們在讀書 還有我們有些學生已經可以創意 剛才我說過大疆創新的DJI 已經很成功全世界的行客領導 還有現在香港政府也很積極 去做創新科技方面 想創造一個創新科技局 還有有些基金 有些政策 場面的政策在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現在也有很多私人機構 也可以做了很多我們叫做co-working space 就是很多年輕人 很少基金就可以去那裏租一個地方 去做創意的夢想 全世界很多人都來 正值香港 我想最重要是香港 我們香港是有很多優點的 剛才說過就是 教育好 稅低 知識產權的保障 諮詢的流通 什麼都可以看到 還有最重要是現在中國一部份 例如珠三角 近深圳 深圳在我辦公室 在西貢區 真的很遠 去到深圳邊境45分鐘 駕駛 你可以之後到那裏做事 回來吃飯也可以 做一天也可以 所以這方面可以盡量利用到 你可以將香港的優點 加上珠三角的優點 我們香港有教育好 知識產權 剛才那些 深圳就是有時製造業 那裏整個ecosystem 不止全中國 全世界都是領導 又做得快 又多元化 所以全世界很多人 尤其是想創業的人 那些venture capitalist 都現在去深圳投資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機 在香港這裏是最好的時機 但是我們自己要把握 如果不把握 這個機會要消失 其實在科研上 你會覺得香港和深圳之間 是一個什麼的關係 是一個競爭 我會覺得是互補的 我覺得是互補的 因為你科研 你怎樣都要有科研的機構 研究研究的大學 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你現在看到香港很多大學 比如你看剛才QS 就是全世界三大排名方面 如果你看QS 你看全世界的城市 最多在他們top 100 香港第一 香港有四間是頭六十 其實頭六十名裏面 我們多過倫敦 多過紐約 多過波士頓 波士頓可能是一樣的 就是多過三萬市 就是我們扣第一 那你這個人才的培養 你很多如果公司也好 投資者也好 他都想最重要的人才 其實錢很容易 錢你哪裡有好的idea 那些錢也會去 但是人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人在這裏 第二就是你剛才說到 一國兩制的優點 香港很多人 國際的精英都想來香港 但是你這個大市場 那個製造業 那個prototyping 全部在深圳可以做到 所以這方面 就是天造之美 你可以說 我覺得這方面可以盡到你的 科技範疇很闊的 我想問香港有沒有比較專門的範疇 可以進去 這個東西有 但是你今天的優點 未必是等於五年後的優點 所以我們是 比如科技大學 我們是基本研究方面最好 而且有另外就是 我們請教授去做哪方面 是我們盡量利用 而且最重要就是 不是只是發表文章 而是要跟我們 這個地區的經濟有銜接的 譬如 剛才我說大江創新 它這個就是航拍 即是無人機 但是你說深一層 其實是自動化 譬如你做機械人 你去深圳現在所有的廠 譬如你做蘋果那些 iPhone、iPad 所有這些東西 我去過廠訪問過的 它全部都會用人手 即是坐在那裡有個Assembly Line 但是你想想 如果全部這些都機械化 已經開始做的 全部機械化 但是你的技術還未到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方面 是我們的強項 我們也可以請到一些人 譬如我們最近做了一個 Robotics Institute 機械人的研究中心 我們可以全世界吸收一個精英 我們可以做到 他們可以做研究的時候 譬如去深圳、東莞 跟那些廠有難接 東莞、南中國 在科研方面的學術機械是沒有的 即是給中國投心器 我想中山大學可能是近一些 其他都沒有 但是深圳要很積極 深圳做一個南方科技大學 他們是想校發我們香港科技大學的 最近我聽不知有一個中國官員 不如就請創香港科技大學 那些創辦的人 不如去深圳做一間 當然天時地利 不是會變的 這方面 但我想都做得很積極 這方面 所以其實看到中國內地 因為各方面各城市的發展 或者如果以香港為目標 他們都不斷可以去 不斷地發展他們的優勢 我們香港一直都說要成為一個 Super Collector 你覺得現在如果有黃合金之後 還要保持這個超級聯繫的角色 其實要做些甚麼 因為你看到例如像 諾貝爾獎那樣 中國的科學家拿到 最近拿到 其實看到內地很多城市的優勢 不斷在發展 香港這個角色怎樣可以保持 一定要以時並進 一定要自己努力 將自己的願景 自己的未來 是要自己命運自己把握 即是你不可以坐在這裏 吃老本 我們廣東人 你不可以這樣 你看中國很多城市 你由上海深圳 三十年前 沒有人可以的 沒有人在這裏 他積極做 香港要找到自己的機遇 自己的優勢 而自己有個長遠的投資 沒有人知道未來是甚麼 但一定 你如果不積極做 你一定會落後 可不可以講一下 年底可能香港都會成立一個港科院 創新科技 是的 其實都講了很多年才會成立 你覺得我們的部分有些方法 我老實說 我都科技大學校長 我都想他做得快些 在這方面 現在這個政府 和特首 他真的很積極 希望他成功 這都是政治方面 我不是政治家 我覺得如果大家 覺得大家是香港社會的一份子 對香港的前途 是大家關注的話 很容易會達到共識 我覺得這方面 因為創新科技 是不是政治的一個題目 對香港是好的 不要只是賺錢 這麼試貴 你可以說 但是對香港整個經濟的前途 是很有關係的 我們年輕人 我們香港年輕人 很多有天分的人 有些是博方面的天分 有些對科技有興趣 而且有能力的 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可以盡量利用 現在香港這個特殊的地位 讓他可以發揮到他的天重 所以你不擔心政治方面的分析 會影響香港科技界的反省 如果我們不積極 可能會拖慢 至少都 那 例如近日你也看到 港大 你不是政治家 但是港大都受政治風波襯耀 他的排名正在下 科大有沒有這個危機感 我們沒有 政治沒有影響到我們 現在 但是我覺得危機就是 全世界在競爭 你現在看我們和新加坡 新加坡大學都升得很快 南韓 還有我們和加拿大合作 我覺得不進則退 我覺得現在香港還有 五年十年這個機遇 如果我們自己一定要把握 如果老實說我自己都是 我六年前是 在美國回去香港回流 你可以這樣說 我自己都想過 那時候 我覺得 現在這個機會比我六年前 七年前 更好 因為老實說我沒有這麼認識 你看看這六七年 剛才說很多 我認為那些 工作室 現在創新科技局 深圳上面 大江創新 全部這些都是最近六七八年 才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更好 我覺得現在的機遇 可能你只說得好 只說得好 你坐在那裡不做事 那就做不到事 習近平訪美 他帶了中國的科技巨頭 隨團 香港有沒有類似的科技巨頭 是有資格隨團 有啊 譬如 當然 你整個國家 有十四億人 你跟我們香港七八萬人 當然不可以這樣 我們 其實 過幾天特首會帶隊去以色列 我是其中一個 我是多人多 直接飛去 那麼他看意識列 意識列 是什麼呢 就是他創新科技方面 全世界 那麼這個很積極 我想我們政府 都很多 在全世界都去參觀 這方面的事情 有 我們 我亦都很樂意 參加這些 這樣的考察團 你可以這樣說 政治對科研有沒有困擾 是好還是不好 你政治 不是不好的 我覺得 政治就是社會一個共識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大家把分歧放在一邊 大家共識一起合作 我覺得這個是政治的正面 你能夠帶 你能夠帶 你也可以帶到一陣子